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学生项目举办地,张家口的冰雪运动发展非常迅速。 日前,记者走进张家口市青少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学校,采访了一群踏雪学梦的青少年。 张家口市青少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学校,是全国首所体校结合的冰雪学校。 2015年8月,在张家口市宣化二终成立,15岁的崔健告诉记者,他从小喜欢滑雪, 三年前,为了圆自己的冰雪梦,他来到宣化二终,成为冰雪班的一名学生。 但是追梦之路刚开始,他就挨了当头一棒。 在我想象中那个是非常的刺激的,但在我所练的项目中是非常乏味,枯燥,有时候也坚持不下去, 而且有很多次就是咬的牙挺过来的,就硬身身上往过挺。 和崔健一样,15岁的刘瑞英也是三年前来到这里追梦, 三年时间让刘瑞英从一个滑雪小白,蜕变成一位滑雪高手。 在2020年,河北省青少年高山滑雪锦标赛中, 他以1分22秒67的成绩,夺得少年女子组大回转项目冠军。 然而,成绩的背后却是数不清的艰辛和伤病。 在过大回奇门的时候,从山下摔下去,然后人带拉伤那个时候,是教练把我背下来的。 练这个项目滑雪受伤都是常事。 大约受过六七十次的伤吧,那次受过最厉害的一次伤就是从一个石子给我半飞出去, 差不多飞有五六米,然后搓得着地,就是站都站不起来了。 据张家口是青少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学校训练部副主任郭基勇介绍。 目前该校已组建了高山滑雪、越野滑雪、单板悠行场地、单板平行大回转、 泼面障碍技巧及大跳台、速度滑冰等六支专业队伍。 六年来,该校共向国家队输送32名运动员, 有12名学生考入北京体育大学、沈阳体育学院等高校。 目前我校有7人在国家集训队备战冬奥会, 也期待他们能够最终站上冬奥会的赛场。 随着北京冬奥会日益临近, 崔健说,除了学习和训练之外, 他还经常参加冬奥会的一些宣传活动, 普及冰雪运动知识。 对于即将在家门口举行的冬奥会, 崔健说,他想去现场观看比赛, 为心目中的偶像加油助威。 就是一直努力进入国家队的那个行列里, 就是出去为国征战四方, 更加地想站在那个最高领奖台上。 我想拿一级阵, 然后考北京体育大学之后, 也像我的教练一样, 当一名滑雪教练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毁 在美国新闻